请不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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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好了 走吧 没落了什么吧 你放心嘛 给David的景德镇瓷器 还有给他太太的苏绣 还给他孩子买的 孙悟空面具 都装好了 麻将带了吗 什么麻将 把你妈去年带的那副麻将带上 就我们两个人怎么拿麻将 David跟他太太特别喜欢中国麻将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你们主管度假 咱们不能光做这傻玩吧 四个人坐下来打打麻将 还可以促进一下感情 我怎么有个这么优秀的太太 要是没有了你我该怎么办 什么都知道你就满了 快去拿 等我一下 我马上又回来 好 上车 宝贝 好 你好 找到了吗 走 在这儿等妈妈啊 明哲 你东西找到了吗 明哲 明哲 hjelp 小敏 怎么了 妈 怎么了 我妈走了 我还是接受不了 我妈在六十出头 怎么就 妈当时来的时候身体好着呢 打麻将熬夜都没事 怎么就突然呢 我问了我爸 他也没说清楚 电话里只是一个劲儿在过 那明正茗玉呢 别提他俩了 我妈走的时候 老二 老三都不在身边 他俩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明哲 你这一去每有七八天的都下不来 戴维那边你打算怎么解释啊 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约到他度假的 而且现在是你公司裁员的非常时期 所有人都在表现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嘛 戴维再冷血他不会拿这个说事的 我和戴维的关系还不错 这次公司裁员 才不到我头上 我只是害怕 我们刚刚买了房 按揭还没有还清 而且我们的积蓄又不多 万一你的工作再有什么闪失 吴飞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我才是苏家的长子 你替我回去算什么呀 summer 快点吧 快点吧 爹爹 爹好了 快进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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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包 菲菲 最近几天辛苦你了 你照顾好小明 放心吧 我进去 自己注意安全 行吗 行吗 注意啊 走 行吗 走 行吗 无论 你好,我太抱歉,今天我們不可以離開 今天,Sue的媽媽離世了 她要回家 Sue給你一些禮物 我現在要帶她去你 喂?David? 是呀? 是呀! 他被是你的禮物 她的禮物 不然是去哪裡? 是不是? 你信她 她信她 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搞错了 老妮 不是我要踩你 这是工资的规定 我也实话跟你说 这一次事情我已经替你挡了很久 可能在公司几个月前就想处理你了 但你现在的业绩记录摆在哪 我实在是压不住 你说咱俩都是打工的 我处理你也对我有什么好处 对吧 孙副总 可以啊 你可以找他 但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希望不大 行了 老妮 我现在在机场接人 我先不跟你多说了 茗玉 大哥 老妮 你搞什么名堂 老妮为什么还没有被拆掉 先不说他之前捅那些娄子 就说这次西南地区的推广 花了一百二十万 才那点成效 不猜他猜谁 你不要跟我调理 我告诉你 谁来求情都没有 这个人我才定了 才个人都要我谈 你这个人是摆设吗 马上 立刻 明天就让他办 明天就让他办离职手续 大哥 我帮你拿鞋子 这边走 来 苏明月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妈出事的时候 你和明成谁都不在身边 有这么当子女的吗 妈出事的时候我没在身边 大家都不会故意 跟您一样 都各自有原因 我不是想指责谁 我只是想不明白 你说妈怎么就突然出事 她到底怎么了 妈打了十个小时的麻将她 零了还自摸了一把 挺大的 一激动人就晕过去了 还没送到医院的呢 人就没了 听说说 这疲劳过度加上兴奋过去 搞知了大面积的性格 放心吧 大哥 妈的后事该做的 我们一个不辣都在做 要不你进去看看吧 上车了 大哥 我不是会逼问题的人 你说的那些 我有必要做三点解释说明 一 妈作为护士长 有基本的医学常识 论年龄 她也还没到需要子女 二十四小时轮流陪护的时候 宋明成我是不了解的 我经常出差 你又常年定居在国外 我们都有不在场的合理性 二 霸欲是方寸大论 第一时间没叫120 跑去找邻居 把妈抬到路边打出租 被人拒载了好几次才打到车 这也是延误治疗的主要原因 三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就别再说这些了 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 第三 爸居然等到妈咽气了 才通知我们 第一个通知的 居然是远在美国的你 爸现在怎么样 还挺得住吗 他眼下见谁都哭 身体状态很好 反正有宋明成两口子裁着呢 大哥你住哪儿啊 我给你订个酒店吧 不用了 我想陪着爸住在家里 爸在宋明成那儿呢 他不敢回老宅 说是怕鬼 到殡仪馆还有一段路呢 晚上要商量明天的事 你先瞇一会儿吧 我crans 何所以不重要 你来干什么 在我家里 until Valentine quindi � 明天的仪式 怎么安排的 亲朋好友都已经通知过了 殡仪馆嘛 也是有自己套路的 前楼前上什么规格都有 我是觉得 这种东西都是办给活人看的 花太多钱确实没意义 差不多就行 墓地我定好了 咱爸也看过了 他倒是挺满意的 大哥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没有 你安排挺好的 只是我觉得 你说起咱妈 就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 你变了 大哥 我们都十年没见了 爸 你也别太难过 虽然妈妈不在 但是还有我 有名城 名誉 我们都会陪着你 你现在一定要保重身体 要不然妈妈在天上 也会不安心 爸 你放心 我们一定 一定会替妈把你照顾好 妈在的时候 妈走了 咱也听不着她说话 妈妈 霓裳 霓裳 你别哭了 要不然爸更难受了 我想妈呀 哥 明玉 要不要喝杯咖啡啊 我现磨的 今天算咱们正式第一次见面啊 我跟你二哥结婚的时候呢 你也没来 不过没关系 知道你忙 我们也没介意 毕竟咱们生一家人嘛 以后呢就多联系 多走动 咖啡不错 那是你二嫂 你什么态度啊 爸 老公 你去给大哥跟爸买点吃的吧 你们累了一天都饿了 你吃什么 爸 爸 你想吃点什么呀 明朝 随便买点吧 明朝 随便买点吧 明玉 你想吃什么呀 让你二哥买去 大哥 这人不正好要出去吗 你把大衣给他上身道给你烫呢 回头明天还得穿呢 你二嫂问你想吃什么 不吃 不吃 就这件大衣 赶紧去吧 去吧 多买一点吧 走 你一样 你呢 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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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样 你一样 released 小心 苏明瑜就是个妖精 别理他 别生气 儿子 你妈没了 我可咋办呢 爸 你放心吧 一切有我在 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茗玉啊 别玩手机了 过来陪爸爸说说话 去吧 明哲 怎么了 你看敏玉 你让她坐下 让她老他们看着我 明哲 爸 你有几天没洗澡啊 我哪有时间洗 就忙过你爸的事了 爸 晚上我帮你洗好吗 老翟 我 我不想回去了 我一个人带着害怕 我看哪儿都好像你妈在呢 走哪儿都觉着你妈在看着我 爸 那你想住哪儿啊 要不 你就住明城这儿吧 明城这儿 你妈在的时候 你妈在的时候 老来收拾屋子 累了 就喜欢坐 你刚才坐的那把药椅上 我一看见那把药椅 就好像看见你妈了 懂了 懂了 老翟和苏明城家 都有我妈的影子 所以你不敢住 那我家呢 我家我妈可没去过 那可没有她一丝影子 你上我那儿住吧 不去 不去 我不去 老翟不敢住 苏明城家也不敢住 我那儿也不愿意去 你想住哪儿啊 我哪知道我要去哪儿啊 明城 要不你帮我送进老院去 爸 你千万别说这样的话 我怎么可能把你送到 这种地方呢 你有三个儿女 你想住在谁家 你说我来安排 他想跟你去美国 我说得对吧 我能去美国吗 爸 你忘了 你耳朵有毛病 你不能坐飞机啊 爸耳朵有毛病 我怎么不知道 飞飞生宝宝的时候 我让咱爸咱爸去美国 妈说了爸的耳朵有毛病 耳水失衡不能坐飞机 尤其是长途飞机 臭蛋 那哪儿是我呀 我来的是你妈 她不想去美国 伺候你媳妇坐月子 她就找月子 罗大夫问 说啥病 不能藏头坐飞机 我来说是耳朵 你妈就安我身上了 不能怪我呀 你们这不冤枉我吗 没有没有 爸 我答应你啊 咱们去美国 去美国 林医啊 你有车 你来我回趟老宅吧 你不怕我妈了 你不是让我洗澡吗 我得回去拿点换洗衣服啊 爸 那我陪你 你你 你你歇着吧 我 我在你那车边上等着你啊 林医 还是我陪她去吧 你陪妈吧 是吗 你呢 你 你这门 你呀 我平时 一定是你 你呢 你明白吗 你那是你的 去哪儿吧 我 我回到老宅 我送你啊 上我车 爸 你让他送进去吧 大哥 同意爸去美国了 能不同意吗 你爸整天哭着喊着要去 说在哪儿都能看见你妈 他害怕 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害怕什么呀呢 他就是想去美国住大宅子 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至于 他就这样 你没看刚才 上苏茗玉的车死活飞要上 我说送他回去 他还不愿意 他跟苏茗玉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也没什么感情 他就是觉得苏茗玉的车比我的好 他就这个样子 不过我发现茗玉跟你们吧 是有点奇怪 那是有点 是很多 百万不如一见吧 你看他本人 我说得一点都不夸张吧 那张丧脸 还牛 牛得都快上天了 不就有几个臭钱吗 小娃 你别这么说了 那是你亲妹 再说 那没准他就是因为妈去世了 心情不好 跟妈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宁可没这个妹 还不想说她了 恶心 我饿了 我叫哥吃饭了啊 大哥到时差呢 你让他再睡会儿 你要饿 你先吃呗 你吃不吃 我不吃 那我也不吃 那你尝en 陵啊 你就别过去了 我取了东西就回来 你去吧 你在这儿等我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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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能帮你干点啥吗 在学校多辛苦啊 干什么干 歇着吧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吗 知道疼妈就好 待会儿啊 多吃点 好的 妈 妈 你可不是 我都被想死你做的饭 学校那饭根本就不是人吃的 而且我这最近 你也知道我写别论文 我这天天吃不下就不好的 是瘦了 待会儿多吃点 补补啊 好嘞吧 爸 我回来了 妈 那爸 见了我也不叫一声 二哥 我站住 干吗 有点衣服看见没有 一会儿给我洗的 快点啊 你有手有脚 凭什么让我洗啊 我还喜欢不动你了是不是 我不洗 吵什么吵啊 回来就吵 我还要复习 马上要高考了 你隔一周就回来一次 去 帮她把衣服洗了 去啊 妈的话也都不听了 我去 你踢给谁看呢你 你说说 你说说 叫她干点活她就这么委屈 妈 妈 妈 你别生气 你生什么气 你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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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chegou 走 入肺了 ossen 你快就去选择了 你快走 你给我开门 我熬开门 你快走 你快走 他不管我 他是什么エガ 我快走 不行 让开 我爸 你小点声 小点声 我让你小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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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吧 孙明月 喊什么喊啊 你给我关了 我不关 你干吗呀你呀 你给我关了 我不关 不是 你要不 你凭什么碰我电脑啊 你打扰到我学习了 关了 我就不关 你干吗 我不关 你别动 我就不关 你别动 我就不关 你别动 我就不关 吵什么招 哥 你管管他 大哥 我周末放假玩游戏怎么了 苏明成 你揉我小点声 拆房子你 明成 别打游戏了 打扰你大哥学习 知道了 妈 把电脑关了 关了 算了 宋明月 行我嫂我闻 大哥 谢谢你啊 大哥 帮我看到提杯 大哥 等我走啊 妈 真香啊 妈 你说我大哥 大哥最近这痞子这么大啊 鼻子是不是又没考上 去 乌鸦碎 不是 你说这他两年了都没考上 天天在家里耗着 你说美国有这么好吗 好好的青花毕业生不好找工作 非得驱入美人 不许这么说你大哥 你大哥去美国 是咱们家光宗耀门的喜事 你以为都像你啊 妈 你不能这么说 我哥是给咱们家贴近 我呢 就在家好好孝敬你和我爸 知道是吧 等以后我中了大钱呢 我好好孝敬你 明川过来把汤盛了端上去 你 你看我爸这 我来我来我来 这么点事也让孩子 谢谢妈 嗯 嗯 对了吗 我明天那个联谊会 你吃口串儿了呀 吃完了我帮你挑 嗯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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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敏泽快递 美国来的 大哥是不是通知书到了 真的 快拆开看看 怎么不拆呢 前几天已经发电影了 我告诉我 你怎么不早说 哪个学校 斯坦福 斯坦福 哥斯坦福是世界名校 哥你可以啊 你中大奖的呀 听见没有 斯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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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校 妈 这学有不上 胡说 为什么 只有半奖 什么是半奖 就是没有全额奖学金 学校只负担学费 时速生活费 还有教材都得自己谈 那 我们要偷多少 一年至少十五万 一年至少十五万 是有点多啊 一年十五万 这三年四十五万 闭嘴 不是 你说我大哥去三年 吃住五星还能教材费 一年十五万 三年四十五万 我觉得都少了 那不是多可惜啊 这么好的学校 学费已经全免了 再说大哥去也可以勤工俭学 减轻家里压力啊 苏敏玉 勤什么工捡什么学啊 你懂什么呀 大哥是去上学 不是去打工的 你有钱都考不上 苏敏玉你是不是 这一年要十五万呢 那这几个村子 加一块没那么多吧 要不明天你跟明哲说说 让他提前工作得了 毕竟是清华的毕业生 外边都争着抢着药呢 你懂什么啊 能考上美国名牌 那是给你们苏家光丰药组 别人家的孩子 有几个能上 这街坊呢 谁不知道明哲要去美国留学 考了两年 你以为没有人看笑话 街坊邻居就不说了 他救他姨的谁不知道 要是知道考上了没让去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他不是没钱吗 我也想让他去啊 可是这钱呢 钱哪儿来啊 我可不想让儿子 我可不想让儿子 像你这样 就是砸锅卖铁 我也让儿子去美国读书 我可不想让儿子 我可不想让ufo 我可不想让儿子 哎呀 我可不想让了 我最是不可 你都不想让儿子 她旁边的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